美国总统特朗普戴着黑色小圆帽来到了耶路撒冷地区的犹太人圣地哭墙 右手扶在墙上闭着双眼 特朗普是第一位亲自来到哭墙的美国在位总统 由于地点涉及尾巴争议非常敏感 因此特朗普到访行程相当低调 媒体镜头捕捉到他将一个纸条塞进了墙缝中 但是纸上写了什么 目前无从得知 正在展开中东之行的特朗普 明天就即将前往罗马和教宗方济各会面 这两个世界领袖这回碰头格外受到瞩目 原因是两人不仅在宗教和移民问题上立场大不同 此前更公开交锋 两人之前隔空对呛 如今碰面时气氛如隔 媒体格外瞩目 但在两人碰面前 这个画面已经抢先成为众人讨论的焦点 慢动作再看一次 特朗普伸出手 想要和妻子梅兰尼牵手一起走 不过尴尬的是 梅兰尼竟然不给脸当众甩开 这个影片是特朗普昨天抵达以色列时下机的情景 全程都被媒体拍下在网络上散播开来 引起网民热议 也成为特朗普这趟中东型的小插曲 NTV7综合报道 《各 bağ地球 》 《各系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